5月31日金门新增83名确诊者 确诊累计2191例 目前收治71例 而其中无症状或者是轻症60例 中症7例重症4例 确诊者居家照护592例 有关离中央政策 从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 那开放0到6岁的一个儿童 可以领起家用抗炎快塞试剂 那是依照身份证莫玛 做单双的一个分流 那这一部分呢 两岁以下是不能使用家用快塞试剂 那这一部分呢 而就是会提供给家长来使用 那金门地区可以领起的处所 分别在金陵跟列宇的卫生所 还有石兵市换售的一个药剂 县福表示统计到5月30号 5到11岁的BNT儿童疫苗接种人数是1931人 6到11岁儿童莫德纳疫苗接种人数是564人 金门县内国小以下学童第一剂疫苗覆盖率是 51.12% BNT儿童疫苗 施打到昨天为止 BNT总共施打1931人 那再加之前所打的莫德纳的话呢 是564 所以目前本县 孩童的一个 疫苗覆盖率呢 是51.15% 那接压器呢 就是6月3号6月4号 会在中正狗角 再来做大型的一个施打 我们希望提高 孩童的一个 疫苗的一个覆盖率 县政府再次的呼吁乡亲 还没有施打疫苗者 能尽数的施打 并减少聚餐 饮宴等等活动